上海乒乓球队训练馆 徐银生 陆元胜等上海籍世界冠军的照片就挂在墙上 但他的成绩超过了所有前辈 自己努力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值得自己去总结去回忆 2000年悉尼奥运会 22岁的王丽琴与颜森搭档 获得男子双大冠军 王丽琴反拉成功 这个球打得是太漂亮了 第一次站上奥运领奖台 第一次我想拿了冠军 升旗我也高兴 拿到双大以后 自己更加坚定这种信心 想下一个尽快地拿到这单打的世界冠军 2004年雅典奥运会 王丽琴如愿获得单打参赛资格 半决赛 他赋予队友王浩 虽然最终王丽琴获得铜牌 但王浩却在决赛中失利 第二次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王丽琴却没有了上一次的喜悦 就是感觉非常非常不好 因为前三年发奖的时候 我跟王浩都是站在第二第三的位置 虽然王浩输了 但跟我输了没什么两样 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雅典奥运会的遗憾 成为王丽琴的最大动力 2005年 2007年世平赛 他两次在决赛中战胜马林 蝉联南丹冠军 特别是2007年世平赛南丹决赛 王丽琴在马林大比分三比一领先的局面下 成功逆转 但也就是那场比赛 给王丽琴的奥运真诚 买下了隐患 有时候 赢球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自己没有 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问题 在那次比赛之后 像蔡智导 也是跟自己及时的提出 自己在比赛当中 正反手的关系上面 处理的不是特别好 包括像刘日导 也是跟自己说了这种 战位方面的问题 但是自己 没有深刻的认识到 也许是因为那次比赛 自己取得了胜利 所以说还是 觉得这种 觉得这种效果不错 所以说没有很好的去改变吧 这个隐患一直流到了北京奥运会 中国男队夺得团体冠军之后 王丽勤开始向自己多年的目标 奥运会单打冠军 发起冲击 直接抢过 好球 漂亮 好测试抢了 半局赛 王丽勤遇到了马林 两届世平赛对马林的胜利 让王丽勤充满自信 我自己感觉离这个决赛 包括离冠军越来越近 比赛刚刚开始 一个意外情况就发生了 自己的海绵磊坏了 当时裁判要求更换球宝 自己使用了备用球宝 虽然说自己的备用球宝也是 自己做好上场的准备也是沾了 但是说从这种感觉上面 包括心态上面肯定是有所区别的 所以说在比赛当中 这种处理球方面就显得不像这种使用 主板那么坚定跟果断 马林抓住机会 迅速拿下三局 从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这种实力来说 要稍微好一些 但是说从变化上面 包括前三板上面 马林要高于我 所以说自己开局如果处理的 处理的不是特别好的话 我想这种被动的局面 就会使自己整场比赛 就不容易能够发挥出水平 王立琴调整了心态 连班两局 漂亮 三比二 当比赛的天平向他倾斜的时候 王立琴的心态却再次发生了变化 在比赛当中这种压力还是过大 总是对输赢看得过重 所以说造成了这种 体赛当中心态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 不能够这种正常的去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他的这种气势方面就压倒了我 连输六 自己这种感觉越来越被动 就是说到最后 就没有这个机会去扭转 结果王立琴 挑的时候出界了 刚打完自己非常难受 就是感觉这种 这口气好像 好像是这次比赛 就好像是结束了 但比赛还没有结束 三四名决赛当天就要举行 王立琴的对手是瑞典老将佩尔森 最主要的就是自己怎么看看自己 因为别人都在说自己不行 因为自己也想证明自己 尤其是在逆境当中 自己一定要站起来 第三届奥运会 王立琴第四次站上奥运会的领奖台 我想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失败比成功多的 自己也是希望在人生当中 给自己记忆吧 无论是好的 包括是值得总结的地方 对自己人生 今后的人生当中是一种启示 包括是一种经验 2008年奥运会之后 已经31岁的王立琴 并没有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退役 我觉得在奥运会当中也是发现了不少问题 虽然说很多问题 但我觉得如果能解决好的话 自己说明自己还有很大的潜力 我觉得2008年给自己感觉就是 痛病快乐的吧 应该 因为有高兴的 也有非常难受的时候 虽然输了比赛 没有实现自己的这种梦想 但是说自己这种执着的精神 还应该延续 不应该去放弃 在人生当中 给自己留下一些记忆吧 跟孩子就是互相沟通 能够使我年轻 回想起这么多年来 真的是非常地容易 一定要参加上北京的奥运会 拿到金牌以后 带到那么多人的高兴 中央五套周一至周五 每晚22点20分 敬请关注 请关注